111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节 暨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 即将于10月9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 圆形广场热闹登场 县长王惠美与彰化县议员陈荣妹 邀请全国民众一同相聚共舞 享受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活动 那我们当天会有分为其大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原住民的这个美食非常好吃 所以他这边有25个摊位 那另外的话我们的有相关的一个这个舞蹈 或者我们的一个竞技 有六大队有300多个这个人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竞技 那现场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欢乐的一个这个歌舞 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祖林的一个这个 重视也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这个祭典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在就是把原住民的精神文化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把它传承下来 在在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利用10月9号我们早上8点半一直到下午3点 在我们体育馆前面的圆形广场 就有一场非常棒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文化节 来欢迎大家 大家来到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在大话语物 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广场呢 跟我们原住民朋友一同欢乐 真的我们虽然是人口不多 但是我们用多元融合包容的心态来 一起来把我们这个文化活动把它圆满的这个旗带 所以很高兴在这一年一度的这个时间呢 能够跟我们原住民朋友聚集在一起 那么在这边很感谢我们县长 跟我们县政府团队 以及我们原住民所有的长老 能够在这一天能够聚聚在一起 来进驻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 所以希望我们原住民文化的 欢迎来观赏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 活动日以祈福仪式来揭开序幕 感谢上天保佑过去一年 让族人在各行各业都丰收及杰出表现 感恩祖灵的庇佑 今年活动包含联合祈福仪式 传统原住民舞蹈及体能竞赛 原住民团体表演 原住民市集 政令宣导 欢迎湘新10月9日到彰化县立体育馆圆形广场 享受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活动 公益频道黄世霆张化采访报道